周总 生产出来的第一瓶酒 请您尝尝 等等 这是幻觉 还是真人 是真人 解决你心魔最好的办法就是 绊他 他睡得好香啊 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机会吗 你成人之位 这是耍流氓 主人 你看看我这个 那个 什么事 天马酒业 这不是我们的竞品公司吗 主人 你要跳槽啊 到我这个年纪 在跳槽 难难 那你干吗要换工作呀 我们不是要开新品发布会了吗 血农啊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周总他是不养闲人的 我呀 还是趁早做打算 肩上 还扛着一家老小呢 不行 不行 这款白酒的研发者 给我讲解一下 好的 我来介绍一下啊 关于这款白酒啊 就是我们上次所有的同事 开会之后上次 马主人 这酒跟你有关系吗 是这样的 周总 这款酒 是我跟林雪农 一起研发的 这里面注入了我们 很多的心血 然后呢 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的 研发出来 好了 我 马主人 恭喜你 林雪 你别开除了 周总 其实雪农他 李雪农 你 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马主人为你说话 你干嘛要拦他呀 我想得很清楚了 马主人他 上车 行吗 有事给我打电话 好 你为什么不解释 我的责任 我承担 你为什么把功劳 分给马主人 有些时候 坦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周总 可以麻烦您 跟我去一个地方吗 你带我来这儿看看 在这儿 这个怎么样 我吓一点 我吓一点 这不是马主人 再过来一点 马主人一到周末 就找不到人 有一次我有急事 我问遍所有同事 才知道 他一到周末 就带女儿来找到 怎么样 抓起来了吗 我知道 马主人在你眼里 不是一个称职的 研发部主任 在抓也怎么样 问在我眼里 他是一个称职的爸爸 大得好 大得好 这么长吧 左左啊 这个是你新爸爸 新妈妈 你要听话 听到没 院长你放心 我们会好好对他的 走了 走吧 来 又抓到了 耶 我又抓到了 我 我真厉害 宝贝真厉害啊 真是好吃的小 好不好 爸爸最好了 林雪农 我说会开出你的决定 但你的功劳 将归整个研发部罪 奖金也是 那 您不会处罚马主任了吧 他会被调到更合适的岗位 但 你也要答应我一个要求 什么事 您说吧 你 不许再赌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